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讲顺利结束了 从星期一开会到星期四梦葫芦 开会的地址北京京西宾馆 就像一个梦葫芦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全都盖里了 昨天的节目当中 在另外的radio节目当中还提到说 截止到做节目的时候 没听见里头出声 没听见出声说明习近平王岐山还能控制局势 没听见出声说明在场的人被他们俩给吓坏了 给吓坏了 给吓唬住了 他在此之前演的什么永远在路上 包括对十几个省不及高官的斩杀 包括拿出来说在过去的三年里上百万的官员被惩罚 这些都是总结性的内容 总结性的内容以他的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作为标志 你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 当他说出来永远在路上的时候 整个从2013年到2015年的反腐的概念 那一段阶段的概念 走到了一个客栈 他就变成了一个阶段 将被载入史册 所以他本来是停了 才说永远在路上 如果在路上走的正忙活着 他来不及说这些 反腐达到了一个阶段 从他反腐开始 三中全会开始 他定下的目标就是今天 六中全会结束的最后一天 六中全会结束的一天 完成他从江泽民手中夺取权力的过程 在今天 如果能顺利的完成他的意愿 习近平的意愿 你才能说他拥有权力 在此之前 他只是夺取权力的过程 而不是拥有权力 那清朝的后面的皇帝溥仪 他是皇帝 他本该拥有皇权 但他的权力在老佛爷手里头 不在溥仪手里面 不在皇帝手里面 道理是一样的 习近平2012年 十八大上台 十八大上台那天 十一月十四号 一一要死那天 他上台就是要他死 共产党要他死 所以在那一天 七个常委露面的时候 竟然拖后了52分钟到53分钟 原因 江泽民在里面睡着了 包括习近平自己不敢叫醒他 为什么 那叫江河新 那叫江河新 到了今天 10月2016年10月27号 对头算四年之后 今天他叫习河新 一山不容二胡 一山不容二胡 毛泽东叫舵手 领袖 邓小平叫核心 江泽民叫核心 胡锦涛被江泽民核心干了 所以只要江泽民存在 胡锦涛不能被叫做核心 而江泽民被叫核心的时候 是邓小平死了 今天习近平在 经过了四年的时间 夺取了核心的称号 就意味着江泽民死定了 因为江泽民活着 他的核心就被人拿走了 他的帽子就被人摘了 顶带花铃被人摘了 就是脑袋被砍了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六中全会闭幕 公报首提习核心 全会高度评价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就 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就 六中全会本来首提全面从严治党 但是在他公报中 已经讲拥有成就了 所以这都是话里话外两头说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 永远在路上 说明他的反腐的概念结束了 他夺取了党的权利 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身体力行 那率先锤饭 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思想建党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制党 紧密结合 这都是新词啊 思想建党制度制党 这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制度制党 什么制度 这里他没说 从来没有过这个词的啊 制是指着治理的制 对不对 是指着治理的制 这个制度的本身 是中共党内的制度 还是指国家体系的制度 他没说 集中整治党风 用了整治这个词 这个词是很生僻的这么用的 一个是含义 是整顿的意思 但另外一个含义 权力从上到下 上级对下级的整治 所以他的公报里面强调的是习近平的核心 严厉惩治腐败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 赢得了党新民心 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 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那这里所有这些的说法 是指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的做法 他的功绩 他对党 他的四年的总结 四年来上来的总结 一三一四一五一六 年初一些中共地方大员 关于习核心的议论出现在中国媒体 后来一度沉寂 最近再次想起 那习近平最终被确立他作为中共领导层的核心地位 是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之后 又一个党的领导核心 意义非凡 邓小平活着的说 中间经历了胡耀邦赵紫阳 邓小平是核心 胡耀邦赵紫阳就不能成为核心 邓小平死了 江泽民才敢称核心 江泽民活着 胡锦涛就不是核心 而今天江泽民活着 习近平成为了核心 就干死了江泽民 六中全会的结果 习近平干掉了江泽民 在党内权力的角度来讲 他成为了真正的核心 在党内成为核心 他的集中的概念 是对党内的真正的整个 在十八大结束的时候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他面对党的整体系统 完全是江泽民从八九六四之后的整体系统 面对着这整体系统 所有党的官员 跟他都是二心的 在他经历了四年 三年到四年的反腐中 习近平王岐山栗战术 与全党高级官员的绝大多数 是成为了对头 成为了死对头 在成为死对头的背景之下 他的反腐的过程 就是满门抄斩的过程 他没杀 却记了一个死结 与全党的高级官员 替了一个死结 老爷们寇 而且不是一个 他斩杀了这么多人 等于封杀掉高级官员们的未来的 给他们子孙的钱财 那唯一的出路 就是废掉共产党 大家要明白 拿了核心 指出党的毛病 废掉党 这是一种操守的做法 但是还给你正常的富裕的生活 这是一种稳定社 如果他走这步的话 你可以明显的看到 他化解这样的矛盾 来保证社会的稳定过渡 因为人们公认 在他四年的反腐中 所有人看到的是共产党的罪恶 而是不是共产党的伟大 在你以这样的方式 从上级强力的压迫下级 来整顿党风的时候 那你明儿死了怎么办 谁都得死啊 你死了以后呢 所以这是关键问题所在 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 他表明六中全会他获胜了 他获胜的根本的原因 六中全会解决了江泽民为核心的 党的体系与他的这种敌对的场面 从目前的他的新闻稿件当中 你可以品到这样的味道 这篇报道来自于香港媒体 它是在开会结束之前拿出来的内容 六中全会踢开江河新吗 那如果那样的话 习近平要一锤定音 文章引用了香港东方日报的说法 说中共官方营造领导核心的概念是 在所谓的大国崛起的关键时刻 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引领式的领袖式人物 领袖式人物 所以这里呢 我们说了马云控制的南华早报 提出了一个领袖的说法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 当他被上升 如果一旦后面被上升成领袖的概念的时候 他与毛泽东是平起平坐的 毛泽东平起平坐作为领袖 是建立了新国家 如果习近平他真的被称为领袖的话 而他整个权力的肩架结构 是建立在国家体系的平台 对垒党的体系的平台的话 那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手中 将建立新的宪政国体 这是他唯一生存的路 否定毛泽东的 以党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共产党在他手中会结束的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